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宾 东道主哥伦比亚总统杜克 亲自接待各国领袖 进入茅屋展开峰会 亚马逊雨林峰会 有巴西 秘鲁 厄瓜多等等 七国领袖和部长级代表参加 不过在峰会上 生态危机没解决 各国领袖倒是先上演政治秀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认为各国立场不一 各有利益纠葛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 主张各国有管理雨林的主权 不让其他国家干预 不过这政治舞台 谁能抢得过厄瓜多总统莫雷诺 抓起麦克风 唱出对亚马逊雨林的爱 峰会最后七国领袖和代表 走到户外签署共同协议 决定透过卫星影像 共享灵火的及时画面 还要跨国合作扑灭灵火 并且透过卫星监控雨林砍发的状况 不过许多媒体批评 这项协议太过含糊 不够具体 恐怕只是各国领袖拍照的好机会 当然新闻周博先编译 除了亚马逊雨林之怪 灵火蔓延另外 再次